1997年开始吉利创办学校 建由北京吉利学院 三亚学院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当初如果二十多年前 是因为吉利缺乏人才 到了2020年的今天 还是这个树心的 现在为什么 你要持续地来推进教育那些 这就是这种情怀 来跟一个责任 比方说到这一家事 就把他关掉了 那时辰就有一个意见 他觉得这么模校没什么 这就是一种责任 这种情怀呢 吉利大学 办到今天不容易 如果继续朝铁学院费的话 它延续能够 在世界上发挥它的配方 这种情怀 它的这个 这个 所谓的我 始终当自己啊 总是有这种 精神道具 就是这种情态的 这种情态的